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喜欢人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导演的纠结时间 女巫的穿上副将也上了好几天了 我也有一万多的碎片 其实呢 我之前是想存个碎片 换个机械式的金皮小红帽的 毕竟玩了这么久 特雷西只有蓝皮也不太好 搞得我现在很纠结 嗯 算了 小红帽天天有 副将可是限定皮肤 这次呢还是先换副将吧 下次再买小红帽 诶 不对啊 我已经有女巫新皮了呀 而且我又不怎么玩女巫 啊 我怎么就被攀上副将给迷惑了呢 可恶 那就来试试这个皮肤吧 军工厂这个地图可还行 这边是冒险家 诶 来试试一下暗沙流 诶 小红帽子反应很快嘛 不过你想跑哪去啊 啊 跑的能有我快 诶 你还知道队友在四合院里面 不想把我勾引进去 可以 两个信徒直接把他堵在这里面 我打 哇 这一刀居然打不中 不过冒险家被卡在这个位置肯定是死的 放不放板你都是死路一条 舒服 直接把他挂到四合院里面去 先走位偏个板子 嘿嘿 你又不知道你在里面 走 冒险家过来坐椅子 先寄上一个信服 放到四合院和小木屋中间 免得一会直接跑过去了 小医生 你在这干嘛呢 想救人 救下来也是一刀 嘿嘿 冒险家已经是一条咸鱼了 现在就全力追杀这个小天使 小医生别跑 哇 我居然被自己卡位了 算了 直接用本体追吧 你还敢在这里自愈 神性一击 嘿嘿 舒服 刚好地下室在这一边 走 带你去做VIP 这边有修机的声音看一下是谁 呃 居然是个小机器人 那就用冒险家的寄生信团打掉好了 呃 冒险家居然跑这么远 看怎么还有人在摸啊 哇 可恶 居然去散了我的信团 嗯 可以可以 有点东西 去死吧 铁头娃 走 给医生也寄生一个 呃 这个新鱼儿居然直接跑下来了 使我一出头 还直接开枪 你要是能跑出去算我输好吧 落地斩 医生也想跑 胖着吧你 先把医生挂了 然后再去挂新鱼儿 诶 等会儿 刚医生过半了吗 又直接飞了 信团就跑了呀 呼 还好没牵起来 那就用原生挂新鱼儿 然后再寄生一个信团去上面防守 又有人来了 巡逻一下 呃 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跑过去了 哇 你这个冒险家居然想偷偷溜下去 还是个半血 还是个半血 看来刚刚信团没时间帮你摸满血啊 还在这里自欺欺人 走 带你一起去做VIP 又有耳鸣 看来机械师也按待不住了 去上面看一下 躲在哪呢 诶 居然直接救下来了 哇 博命机械师啊 直接震慑打出博命 哼 你还想救人 我再打 嘿嘿 亲手送队友上天的感觉怎么样 信团一跑出去了 算了 先挂死冒险家吧 机械师自己也跑不了多远 来 让你自己的寄生镜头送你上天 然后再把原生镜头带到外面守着 哎呀 信团啊 信团 你还想跑哪儿去啊 还想过来救人 再来一个震慑 舒服 这个傅姜皮肤确实很好看 可惜就是太吵了 这个妹子动不动就哈哈哈哈 搞得别人不知道的 以为我在看什么东西这么好笑 当然又一次凭借穿上傅姜 获得了胜利 溜了溜了